王女士认定大学女同学才是梅先生要离婚的催化剂 结合孩子生病与丈夫和女同学联系的时间节点 他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觉得梅先生是在为自己的新生活做打算 对此梅先生百口莫辩一脸无奈 几番博弈之后 他终于按耐不住怒火 说出了离婚的真相 我跟他主要的矛盾 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周岁那时候 心真的是凉了 随着梅先生反习的开始 也让我们看到了王女士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梅先生口中 这个家里真正没有地位不被尊重的人是他 在过周岁那时候 我从东莞晚上坐火车回来的 本来我是想把带到我爸妈那里去 对在过周岁的嘛 因为我爸妈那么久没看小孩了 到快吃饭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们要出去 他们说抱了他的姑姑家去过生日 我在看出不对劲嘛 他们走的时候跟我说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事 我到现在才知道 他那天想把孩子带回去给他爸妈一起过 刚刚他说的时候我才知道 那我回来干嘛的 我都没带我小孩去我爸妈家过生是不是 我就觉得他们家完全 我不知道把我当什么 完全就是我说的话 我说的话有些都没有用的 都是要听他们家的 你们那天给孩子过生日的安排没告诉他吗 周岁这个事 我爸是早上接到的电话说我奶奶来了 说今天是仔的生日 说给仔过生日 我都不知道 那他就更不知道了 我爸不都是早上知道的 你这话说他还讲了吧 这话说他还讲了吧 你不知道那你跟你爸妈站在地地屋 讲什么吗 我好像有跟你说 然后我说我不去 你们去 我跟仔都不去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了 我们三个都不去 后来他就一直说 说叫我带着仔去 他说他不去 他就在家 我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他有什么异常 我们还问了他 那你在家你吃什么什么的 你并不知道他已经不高兴了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 结果我们去了 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一大家权在那里的 你会真不去吗 后来我什么都没说 他们走的时候我就直接走了 后来感谢我离婚 他马上把离婚协议发过来 怎么会那么快 离婚协议就直接发过去了 我得想怎么把宰处理得最好 所以我有想啊 你是从什么角度考虑 如果要离婚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孩子是归我还是归他 但是如果是归他 我是很不放心的 所以说东西就想好了 那次是说实话打击很大 心真的是凉了 妻子和他的娘家人瞒着自己 私自为儿子安排周岁宴 已经让梅先生感到家庭主权被侵犯 十分窝火 王女士偏偏又在这时候 暴露了提早准备的离婚协议 王女士这一系列的举动 对梅先生来说 简直就像一把刀子扎进了心肩 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离婚成了他们口中的家常便饭 那个期间有提离婚 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经过数月抗争之后 他们的矛盾由冷暴力 直接上升到了热暴力